大家好,我是智花的總編關天林 我是智花的總毛,張明明 不,你繼續吧,壞鬼了 你說咳咳嗎? 不,他開啟整段加起來 早前我們的 online 書戰 自閉書戰告一段落 完滿結束了 我們今天想跟大家分享 整個銷量排行榜 龍虎榜十大 去片吧 好 第十位 大家平時上課或看文學雜誌 應該都有聽過《地圖集》或《董生》 有些讀者可能覺得《董生》近年的著作比較厚 卻佈 我覺得是人之常情 大佬,你打機都要升高級才可以打大佬 如果我覺得真的是這個原因 可以看《地圖集》這類薄小小的作品 簡單說一下本書 《地圖集》有分了四張 頭尾的理論篇和符號篇是比較抽象的理論 中間的街道篇和城市篇 就是滲合了香港的典故 它說得刺層層 但又容易玩而真 讀者的角度看上去是很有趣的 還有《地圖集》另外一個特色就是在於它很有政治的前瞻性 為什麼呢?因為它書裡不停提著讀者歷史是可以虛構的 不一定是真實的 現在的香港大家有眼見 歷史就是不停被一些窩窩、窩窩官不斷地改寫 它這個其實是二十多年前的作品 但是它放在今天香港這個 context 裡面 它書寫的那種崩壞和失聚 完全是應驗中 我覺得本書很厲害 但是讀者看的時候就看得很無奈 第九位 第九位 這本就是凡善彪的力學 很遺憾 因為我們的實體書已經賣光了 我們在公司都找不到的 所以就抵著圖先 其實力學和文學有什麼關係呢? 會不會就是詩和散文的關係呢? 不過想證明一下 嚴格來說這本書應該叫力學括弧 因為它分兩部分 力學就是散文 而括弧是代表詩的部分 這本書的結構很特別 就是一半詩一半散文 連目錄都很容易適留 所以非常有實驗的精神 但同時裡面其實也有很多 很多人情未講回憶的文章和作品 所以這本書是很特別的書 給大家兩種不同的感覺 以至於感性、散文與詩 所以各有所好都適合看 第八位 《十鄉記》這個故事說什麼呢? 它就是由主角連十鄉的角度出發 去說一個關於 他家在上世紀回歸前 在香港的生活經歷 我覺得有一點作者寫得很好的位置是 他將書裡面很多情節都連結了 很多香港以往發生的歷史大事 例如是颱風溫代 古災、祭水、天星碼頭絕食之類的東西 另外在第二次看的時候 忍不住一邊看一邊搜尋 想了解這些本土歷史 為什麼第二次不是第一次呢? 很簡單 因為第一次看的時候 我實在是覺得它太好看了 我就拿著一本書 這樣在那裡 三個鐘動都沒有一個 一炮過看完它 因為它裡面的內容都很經典 例如說阿鳳志華 就當著連家上下在飯桌前面 和八寶求婚的那段說詞 四海 因為保護五美 而被玻璃刮傷到破傷那段 還有相逢 整天被他老婆斷正去玩 咳機靠女 這些都是很經典 看一次就會成輩都記得 這一年來有人都不斷在這裡說 就說要反赤化的話 首先要好好地學會去了解 香港的本土歷史 如果你想很有趣味地了解本土歷史的話 我覺得十香記是不可以Pass的 第七位 第六位 第五位 第四位 第三位 第二位 第一位 第四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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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四位